第八百六十六集 呼唤我的人到底是谁 几思青 夏若雪 夜灵天寒云 洛尔还是谁 洛尔和几林他们都还在昆仑须 昆仑须有那么多入神境 血剑门一年内不敢进攻 凌城也被我震慑 诛杀了那么多人 想必是不敢进攻昆仑须 他盘算着说道 凌城之外的那些势力城 不对 当中有一部分势力已经和我合作 其他的势力未必有昆仑须强大 也不会进攻昆仑须 那么夜灵天洛尔和几林他们应该无碍 那就是夏若雪和几思青了 夜晨忽而看向北宫紫玉问道 七小姐 你能否向你父亲打探一下 灵运先尊的情况 北宫紫玉听到灵运先尊这几个字 秀眉一贫 他实在想不通 夜市天为何对灵运先尊这老太婆 如此情有独钟 不过自从上次夜晨问起 他便稍微打听了一番 于是直接道 灵运先尊 好称先尊 常年立足于南域 同学建门和另一北宫家族立于南域 你要见他 莫非找他有什么大事 对 我找灵运先尊有些事 夜晨停顿片刻问道 你知道灵运先尊去哪里了吗 他的灵运帝宫是怎么样的势力啊 听到这话 北宫紫玉静静地看看夜晨 玄机说道 灵运先帝宫位列于南域 乃是中上等宗派 公主乃是一位心窍境强者 字号灵先真神 又号灵先帝尊 灵运先尊则是他手下的两位副公主之一 接在造化镜九层天天风 灵先帝宫只收女嫡子 倒是这位灵运先尊与我们北宫家族关系很深 这也是我和父亲聊天中打探出的 只不过这联系并非外界传言那般 我北宫家族和他们只不过各取所需而已 北宫家族在西域和南域都有 都出自一个大家族 不同的是西域的北宫家族 也就是北宫紫玉这一支 虽然征战四方 却没有打低伍世界的主意 南域的北宫家族倒是时常派遣手下的血剑门等门派 攻打低伍世界和周边宗派 联系 夜晨忽儿神色敏锐问道 什么联系 交易 物质上的交易 嗯 可以这么算吧 我们北宫家族和灵先帝宫有合作 我们家族内的炼器师会炼制混元先器 通常二十把混元先器便可以在灵先帝宫那里换一把河道神器 当然 什么品级换什么品级 我就不知道了 二十把混元先器 换一把河道神器 夜晨都震惊了 一比二十啊 河道神器这么值钱吗 难怪血剑门要把会炼制河道神器的锻造神钧留下 一直舍不得杀呀 原来在灵五大陆 一柄河道神器居然能卖出这么高的价格 便是飞鹤殿金刀门内的混元先器 恐怕也不过十来柄吧 灵五大陆也不是每个势力都有混元先器 等同于一个飞鹤殿全部先器 才能兑换一把河道神器 甚至还可能兑换不到 这恐怕就是金刀门飞鹤殿 一直屹立在北宫家族之下的关系吧 没有河道境强者 便没有和北宫家族对话的资格 更何况是脱离出去 河道神器 灵先帝宫有锻造师 可以炼制河道神器 夜晨询问着 有 北宫子豫细细解释道 一般而言 只有中等以上家族和宗派 才会有能炼制河道神器的强者 因为炼制河道神器 需要注入一部分时间法则 非河道境难以锻造 除非特殊奇人 灵先帝宫 造坏镜强者不多 但是河道境强者极多 千年前 他们攻打了无尽之海的一处山岛 搅上了上百河道仙境兽 获取了一百多柄河道神器 但是本身只有几十位河道境强者而已 所以有很多空余的 外加上 灵运先尊他们都喜欢收徒弟 公主和两大副公主 八大长老等等 每一位收了千百弟子 有的弟子会修炼到神王境巅峰 可缺乏会员仙器 他们无法自给自足 所以用多余河道神器 一些一二品的河道神器 来和我们交换 获取大量的混元仙器 而且每百年来交易的人 正是灵运先尊 听到这里 叶辰算是明白了 灵先帝宫 河道境强者多 但是河道神器更多 本身也能炼制河道神器 北宫家族河道境缺乏 混元境强者很多 所以用混元仙器 来向灵先帝宫兑换 河道神器 因为本身只能炼制 混元仙器 而无法炼制河道神器 或者说炼制速度极慢 赶不上家族内 强者提升速度 实际上到入神境以上之后 相应入神境 对应仙器 神王境神王器 混元境混元仙器等等 每破一个境界 都需要消耗一件兵器 例如神王境九层天 突破需要一件混元仙器 突破后仙器融入体内 化作力量 而这位新突破的 混元境一层天强者 还需要一件混元仙器 等同于一个强者 需要两件相应的兵器 一件拥有突破 一件用于战斗 灵先帝宫可以炼制河道神器 但是混元仙器 并没有那么多人去炼制 北宫家族可以炼制混元仙器 但是能炼制河道神器的人很少 所以 北宫家族才会向灵先帝宫交易 并且是由灵运先尊来负责 那下一次负责交易的时间是多久 灵运先尊会将自己的弟子 带到什么地方去修炼呢 叶臣连续询问着 下一次交易时间 大概是一个月后 具体可能还会有变动 北宫子玉思索道 嗯 至于灵运先尊门下弟子修炼 我也不知道 毕竟我才入神境 当你出了金佛密宗之地 我带你去问问长老吧 多谢了 叶臣朝着北宫子玉微微抱拳 思索着 看来之前应该是夏若雪和几思青在呼唤我 等这次金佛密宗之行结束 我便问出夏若雪他们修炼所在 所有武器准备即将进入 郑伯低贺一声 连同慕隋怨等其他四派长老主持 同时打出空间法则 微微破开禁止 五位混元境中期的强者 同时打出自己的空间法则 只见空中浮现出五道淡蓝色的光柱 同时击中了金色的保护罩 保护罩上逐渐产生变化 呈现蜘蛛网的模样 隐隐有些支离破碎 但总归是没有破碎 两位半部合道境 十八位混元境金佛 所联手布置出来的空间护罩 还不至于被五位混元境打碎 只是这么多年修炼 空间护盾早已经出现裂痕 又已经开启多次 显然空间护罩是挺不了多久了 至多还能挺五十年左右 慕隋怨暗中传音给金刀门 另外一个弟子墓园 这次进入金佛密宗之后 先找到一件不错的神王器 直接突破 然后绞杀夜市天 边上 真空寺的吴玉主持 也传音给念心和尚言道 进去后 直接进入内部 寻找一件六七品神王器 用于突破 之后寻机会 斩杀夜市天 近乎同时 飞鹤殿王天长老传音 给另一个下达同样的命令 很快 紫林宗林轩 何轩 紫天宝弥天 雪英宝匡白 斩日派无痕 日月宗陈本等等天才武者 各自都收到了自己长老的传音 进入金佛密宗之后 尽可能去内部 去不了内部 在外部寻找几件不错的神王器 直接突破 然后寻机会 斩杀夜市天 解决这个烫手山芋之后 再谋十八柄混原仙器 以及其他神王器和宝物 念心和尚 双手合十 白衣僧袍显得格外盛名 看了一眼夜臣传音道 夜市主 进入之后 可有合作之意 没有 夜臣直接断绝灵魂传音 下一刻 金色保护罩缓缓地 出现一个巨大洞窟 直径常有百米的圆形洞窟 从外面看去 似乎可以看见内部的山峰阁楼 像是另外一片天地一般 显得格外祥和 金佛密宗 在裂谷中 夜臣打亮着地形 微微言语道 明明看上去是一处世外桃源 有山峰河谷 阁楼树林 却立于裂谷之中 倒是有些奇怪啊 就在这时 北宫子豫解释道 师父 当年金佛密宗犯了大忌 意外引魔头进入 险些导致大乱 我们北宫家族中 那位河道竞强者出手 直接以宜山填海之处挪移了一片草原过来 盖压在金佛密宗的遗址上 原本金佛密宗处于一片平原山峰和树林交界地 但是被那位河道竞强者直接挪移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盖压下来 若不是两位主持等释放空间法则 保护住金佛密宗的遗址 否则内部的一切早被压到地下 而这裂谷显然也是因为金色保护罩的出现 以至于那片落下来的草原被杖裂开来了